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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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首先买工具回来试试材料 试试这些猪肉做了个汤 今次我做这个汤就是冬菇干螺头 冬菇干螺头雪梨干汤 要一个花胶汤底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想买冬菇干螺头 试试味道是怎样 因为这些货是新买的 试试猪肉 今次我买不到猪排肉 所以我是用猪手肉 试试猪手肉的味道 我才去调调冬菇干螺头 我做冬菇干螺头 今天除了做的汤之外 后面就会看到我开始炆冬菇 因为我已经掌握到冬菇的味道 但又是要怎样调 开锅的时候 开锅也是要将猪肉出水 这些猪肉其实是新鲜猪肉 真的在猪肉当买的 我们就出了水 还有那些香蕉头是干货 我们也会在这里出水 冬菇和鲤干一起出水 那我就很想知道那些味道去到哪里 你才知道做冬菇的时候 那些味道如何调整 那些味道如何调整 所有东西都先放在锅底里 然后我们再加水 我们就加了甘筍 调一调味 因为这次我用鲤干 如果加了甘筍 就会很舒服很润 我这次也会用蜜棗和毛花果 去平衡味道 让它可以滋润一点 我都知道做冬菇的时候很忙的了 所以我都要做冬菇的时候 要在中间吃杯面 才可以够力去煮湯 做了出来 我觉得效果是挺不错的 尤其是猪肉 就算它散了之后 虽然它的身比较干些 但是猪肉香味 我真的很有信心 非常之正 这个汤煮两个小时 但是呢 不仅是煮湯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也有些花枪做了 所以这些花枪是最后我上汤的时候 花枪另外用这个汤 滚一滚它 然后就叫做combine 所以非常滋润 非常滋润 所以就是要表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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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